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啤啤 今天我會做個蓮藕微豆瘦肉湯 簡單好吃,全年都適合喝 更特別適合秋冬季 因為這個湯有健脾胃 保腎,潤肺 增強免疫力等功效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這裡有幾隻乾的冬菇 沖洗後用清水浸一晚 或者浸兩三個小時 浸軟備用 微豆大約三分一杯 煮之前浸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沖洗一下再浸 這裡有少少乾的扇背 用一汁就可以了 加了下去的湯會更鮮甜 都是沖一沖水再用清水浸 和微豆同一時間浸就可以了 其他的材料還有 蓮藕,陳皮,甘筍,瘦肉 大概的份量我都放在資訊欄 給大家參考 用水浸一浸陳皮 之後就把甘筍去皮 切去頭尾再切件 煮好的冬菇 切去頭尾再切件 煮好的冬菇切走過定 待會兒冬菇定刀一起放進去煮 瘦肉大概磅半 切走肥的部位 再切開幾件 瘦肉可以先出水 今次我沒有出水 直接放進去湯煮 把所有材料都放進湯煮 沉皮不用刮囊 果皮就刮一刮 倒入白杯水 煮滾之後 把表面的泡沫、啤酒 蓋蓋,轉小火煮一個半鐘 一個半鐘之後打開蓋 撇走表面的油 下適量的鹽來調味 開大火 不用蓋蓋 煮滾5至8分鐘 讓湯更出味 這個蓮藕微豆瘦肉湯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湯水 天氣開始轉涼 我們都會多點煮湯 到時再會和大家分享 歡迎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意更多簡易食譜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請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